基础设施实现了跨越提升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 4G基站的规模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 5G基站数达到了161.5万个 5G移动电话用户数超过了4亿户 我国企业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的占比 达到了38.2% 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光通信产业体系 光通信设备光模块器件光纤光蓝等部分关键技术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互联网应用全面普及 移动支付年交易规模达到了527万亿元 新经济形态创造超过2000万个灵活就业岗位 5G的行业应用案例累计超过20000个 在签一上随后 掌握过cking万亿元 却说明了 候达还能够查卢 下境联网 那 dollars 等达了 出位于 对壳一 adoles